空中大橋 空中大橋 亲爱的朋友 相信在上一次呢 我们邀访唐紫棋老师之后 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全国所有的听众朋友 今天呢 我们跨越空大橋 再次与唐紫棋老师在空中有约 除了要聆听唐紫棋老师的悠扬的音乐之外呢 我们也要分享唐紫棋老师的生命故事 好 我们再次邀请到乐于服务 乐于分享 乐于承担的唐紫棋老师 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不再跟大家讲你有得过什么什么奖 什么什么奖 因为你也不会在乎到底得了哪些奖 最开心的是你可以把你的理念落实 对不对 尤其是现在在教育国小学童的这个部分 你从国外回到台湾来之后 你就进入了国小的这个体系来担任教学工作吗 对 那是哪一年 民国93年 我从平东试园毕业分发的时候 我就选择 那时候我的成绩也是 又是第一名 老师你很会读书 我可以选择台北市什么都会去的 我都可以选择 我知道 那是有分数来分发的 我们是分发的 我还是有机会的话我回到我的家乡竹山 所以你离开家乡八年的时间 就让你急于的想要回到家乡的怀抱 对 为什么会那么练家 其实我有考虑过 我到处会去台北市或高雄市 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好教 我们这样的学校可能是比较偏向学校 可能都是比较弱势 然后真的是有需要老师付出更多的爱 更多的心力 对 那我觉得我离开家乡八年了 我是否可以对我们家乡做哪些事情 做一些我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 共性一下给我们家乡 是 在上一集节目里面呢 我想听众朋友听到了 你为你所热爱的这个竹牌体音乐 这么的卖力又卖命 那也透露一点 其实你也结婚了 对 那有几个孩子 两个小朋友 有两个孩子 对 那所以爸爸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都要到台北来演奏 都没有人陪孩子 就是只有妈妈陪咯 对 老婆有任何怨言吗 我也很感谢我的家人 像我太太 对 还有我小朋友也很体谅我 那我都一直觉得我亏欠他们蛮多的 因为有时候周旋二日 其他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其他地方旅游 跟爸爸妈妈去旅行 那他们就只好在家里 跟着妈妈 跟着妈妈 对 那我就自己觉得有点亏欠他们 那也是很感谢他们 但是在寒暑假期间 就不一样的 安排就不一样的 对 我们就这七年来 我们就全家人都在我们台北市 一起来分享音乐 哇 所以这幅景象很美 那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期间 来到乡体大道 应该可以遇见你们全家人了 对 你的另一半她也学音乐吗 还是她学体育 我太太她是音乐系 她是科班出身 她科班出身 对 结果是你在发展音乐 她在家顾小孩 你真的太对不起她了 开玩笑开玩笑 就是太太她也知道 如果对于音乐的发展上 是要全心全意的 所以她非常非常的支持你 对 那有音乐问题 她也会知道我 哦真的 对对 关于音乐方面的话 她比我还要近 因为她是科班出身 她也会给我一些建议 好 所以非常感谢家人 尤其是你的太太这么的支持你 对 还有两个贴心的孩子 对 是 身为爸爸的你 你觉得这样子的示范 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呢 其实我要让小朋友知道 我这种不放弃的精神 我们很努力把这个音乐 把这个文化 把它推广出去 其实不计任何愁 目的就是 有机会让更多人 聆听到美丽的声音 从竹山来的 竹排底的美丽乐音 对 我希望把这个精神 也让我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小孩看到 不管是霸王级寒流 我零度吸一两度的时候 我以为也是照样 可以在街头来分享音乐 对就是希望把这个精神 让小朋友了解 所以孩子有跟你说什么吗 他们现在小朋友 他很乖 他也知道爸爸很辛苦 很贴心 对 是 好 我想很多的家长可能忙于自己的事业 就跟唐紫棋老师一样 但是呢 唐紫棋老师 他所要努力的是为你的家乡 对 把这个美丽的音乐分享 把这个美丽的音乐分享到全世界 是 你的终极目标是分享到全世界 对 我相信已经达到目的了 因为如果我们透过网络 网络无国界 对 已经世界各地 只要能够点选得到的 都可以欣赏到唐紫棋老师的音乐 嗯 好 那至于在学校里面 教孩子们来用竹山的竹子 来做乐器 对 然后来学习如何演奏 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 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们先来选一段音乐 或者唐紫棋老师 你自己演奏一段 可以给孩子的音乐吗 什么两只老虎啊 哥哥爸爸 真伟达之类的 那我就简单一个小猩猩 好小猩猩 好 听到这里呢 我很想问哦 你的两个孩子他也有学做竹牌笛 跟学这样的乐器吗 嗯 像比较低年级的小朋友 我的话我就先提供他们塑胶的笛子 所以他们是先吹塑胶的笛子 因为塑胶笛子会比较容易 可能吹气就会有声音 然后等他们到中年级之后 中年级高人级 我再提供他们竹子做的笛子 OK 对 所以他们是他们目前是塑胶的笛子 所以他们也会吹 你的两个孩子现在是在吹塑胶的笛子 对对 那像我们学校的话 我也是都免费提供小朋友 第一年级的小朋友 塑胶做的笛子 好那真正要进入到用竹山竹子来做笛子的话 你真的也是带着他们去砍竹子 去磨一磨切一切 来做成竹牌笛吗 这个部分的课程的话 我们会有介绍 那实际上的话 我们有一位黄师傅 他很有名 国内的销笛子都外销到国外去 都经过他的手 对对对 那这一部分的话 一竹彩就请黄师傅为我们去砍竹子 去把它准备好 对 然后我们把准备好的竹彩 我们再带来学校 再安排课程 把它种入我们目前的美感教育的课程 那指导小朋友如何制作竹牌笛 特别是在秀林国小 秀林国小 南投竹山的秀林国小 校长对于音乐的推广非常的卖力 对校长非常的支持 因为校长他也是学艺术出身 对他是美教系出身 所以他对我们家乡的文化 像竹子竹文化 竹编 还有我们的一些彩绘的课程 校园的美感计划 他都非常的支持 那我们这个学期 我们就做了竹编 知道小朋友如何编 用竹子来编一个造型 然后他也用我们的竹彩 我们制作我们自己的竹拍笛 虽然我是音乐的门外汉 可是我也知道那几根管子凑在一起 不见得可以吹出正确的音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制作完成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制作排笛后半段的步骤会比较重要 比如说你角度的磨合 还有你的调音 这一部分可能就要 就有老师还有师傅 我们一起来协助小朋友 OK好 那么这个竹排笛做完之后 就是小朋友专属自己的竹排笛吗 对那像都会学校 他有些小朋友 他们去外面学 他一直要两万块 那我们就自己制作 而且我们是用自己台湾的竹子 对自己家乡的竹子来制作 而且可能就像唐紫棋老师一样 你这把笛子跟着你二十几年 说不定小朋友自己做的笛子 也会跟着他一起长大 对我跟小朋友说 像我自己也有差不多三四十只的笛子 我都每会提供小朋友 我说如果你国小毕业 你到国中高中 你还有兴趣 你要继续学的话 我都可以免费送给您 对送给你们带回去学 对对 好刚刚是在讲 就是这个硬体的部分 这个乐器的制作 对 要由专业去砍竹子 选竹子 然后再交给小朋友 他们怎么样来把这一根一根 组起来是吗 对对 然后接下来又要交给专业 对我们就写出小朋友 我们来磨合我们的吹嘴的角度 还有调音 还有调音嘛 对 那接下来就是变成演奏的部分了 严重的部分 老师你怎么教他们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一年级进来的小朋友 先用了塑胶 对 我都送他 都是我自己智慧的 对 我都送给他们 那个塑胶的牌底是要用买的吗 对 用买的 都我自己智慧送给他们 就当作他们 咦 入学的新生的礼物 好棒 我们会安排课程 比如说我现在有指导生活课 那我们利用短段的时间 每节课的后半段的十分钟 我们来简单的学习 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学得坏了 那一个礼拜有三节的生活课 那就有三十分钟了 那还有我们还要安排其他的社团的课程 像我们学校有竹牌底 那到三年级之后啦 中高年级之后 然后我们每周有社团课 还有我们寒假暑假 我还会回到竹山 知道他们 所以你刚刚说有社团 可是属于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人数就不多了 可能社团人也不多吧 我们学校就是偏乡小学 所以我们学校才二十多个小朋友而已 全校每个小朋友一定要来学这个竹牌底 对 我觉得是幸福的 对啊 所以小朋友一新来 新生的礼物 因为我就会收到一只塑胶桌的台地 我觉得是一辈子难忘 唐紫棋老师送给小朋友一份最棒的礼物 是 就牵着小朋友的手走进音乐的天堂 对 那你们的小朋友开始去外面演奏了吗 我们有 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小朋友寻找舞台 对有活动的时候尽量带着小朋友 去表演 对去表演 然后老师 跟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演奏 对 像我们前个月才去台中的草悟道 广场 演奏我们的曲子 这也很难得 我们是在竹山天乡小学 我们受邀到台中市 然后比较热闹的一个地点 跟大家分享音乐 对 还有我们附近有什么活动的话 我们也尽量带小朋友去参加 然后我们也替小朋友申请很多的活动 像我们学校一个月 礼拜六或礼拜天会安排一次去户外学习的机会 那我们可能有机会的话也把音乐把它分享出去 带着我们的乐器 去分享你们的竹山的竹牌笛音乐 对 还有竹乐团就合奏 一起合奏 对 那唐紫棋老师 我们分享到这里呢 我们也来请听众朋友来听一段你的演奏 要听哪一段呢 很难得有一个机会 我请了我们台湾知名的李国强李大师 他有帮我量身定做一个曲子 其实我们一路走来都是竹梦踏实 一步一步的走 不可能会一步登天 学乐器也是一样 就是曲子 对 老师帮我做一个竹梦荒芜 竹梦 竹子就是竹子的竹哦 那是同音哦 还有竹梦踏实的竹 诶 是不是同音 那么做一个量身定做一个竹梦荒芜 就是竹梦踏实 那又搭配我们竹山的竹 把它结合起来 那跟大家分享竹梦荒芜 我们来欣赏这首由唐紫棋老师 所演奏的 那由李国强老师 对 李老师 他所量身定做 为你量身定做的谱 对 好 我们来欣赏这首曲子 对 李老师 由李老师 了 对 李老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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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